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前兩個禮拜我在比利時的時候呢 主辦單位特別到我們一個 到一個很特別的場所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事實上 運動的品牌 這個Nike 到這個場所呢為什麼呢 我到時候也蠻奇怪的 因為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一個很綠能的一個地方 鞋子有什麼綠能呢 當然各位可以看其實它外表很綠能 然後裡面呢還有很多這個 養蜜蜂喔 還有裡面很多環保的措施 當然這裡面是機密 不能拍 但是其實在這裡面講到一個觀念 就是循環經濟啦 也就是說我們在大愛港恩科技裡面 做的很多的工作 其實 在很多的方面也都在落實當中 所以也建議大家呢 我們買一些 物品的時候不妨思考一下這個物品呢 到底它接下來 用完之後它的結局是什麼 其實現在循環經濟呢 循環經濟也越來越普遍了啦 我在這個比利時也看到這樣的情境 回頭來看 台灣的東半邊有一個熱帶性低期啊 這個呢 發展的條件沒有很好 所以不過呢 距離台灣實在太近了 所以今天呢 午後呢 各位看下午4點半的時候 發展一大片的這個 午後的熱對流 西半部雨是還蠻明顯的 那這個呢 應該不會成為颱風 今天晚上呢 到明天上半天是 距離台灣最近的時候 明天白天大概慢慢就會往中夷 跟前面這個南馬渡颱風很像 差一點啦 沒有變成颱風 那高壓呢 這個等到它一走 預期這個高壓就會慢慢開始犧牲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實午後的這個熱對流呢 在今天很明顯 明天可能還有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呢 等到6日這個高壓犧牲過來 犧牲過來 各位可以看 就空了一大片 所以 預計呢 下禮拜會有幾天 都是非常炎熱的時候 炎熱的時候 各位注意看喔 炎熱會比較熱的時候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那未來呢 還是看有沒有擾動發展 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還沒有這個現象 目前看還沒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預計還要等一段時間 可能到7月中下旬 就會比較有機會了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高壓影響的 勢力範圍之下 靠山區有鎮雨 但是不排除到了7月 中下旬 就比較有 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目前還是這個高壓影響的天氣形態 所以還是熱 特別是明天是24節氣中的小暑 通常小暑到大暑時間 是台灣最熱的時候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還是吹的偏南風 所以 午後呢 各位可以看 還是有一些局部的熱對流發展 到了下午就會晚還和 傍晚就會還和一點點 未來這幾天都是如此 但是這個午後雷震雨呢 可能範圍 有時候多 有時候少 目前來看的話 是預計在周末之後是越來越少 範圍區越來越小當中 還是有一些午後的震雨 各位可以看都是靠山區啦 預期也會比較零星一點點 還是有機會 午後雷震雨呢老實說是 在氣象模式裡面很難預測到的 有時候這邊有 這邊又沒有 那邊又有沒有 我們只能說一個機率 來看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晚上各地呢 由於這個中部有下一點雨 所以這個其實 還蠻舒服的 其實它沒下雨 可就熱了 今天晚上到這個 明天清晨 都各地還算是舒服 但是有一點悶熱型的這個天氣 預計呢明天白天還是一樣 明天白天可能雲亮會比較多一點點 還是容易下一點雨 其實各地來說的話 都是情勢多雲 偶震雨型的天氣 但是到了周末 恐怕下雨的機率就會少一點點 我們給阿遠建議 就在低壓接近 台灣東半部的這個陸地 海面在海面上面 明天開始就逐步的遠離了 那高壓就開始犧牲進來 逐漸偏南 增強偏南風 這個午後陣雨預期會稍微減少一點 那這個就麻煩了 相對的偏熱了 請大家多留意